Fiction 回家 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值得 絕對值得 雖然這花了很多時間跟金錢 然後還有努力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絕對值得 因為很多車友都跟我講說 老師是你鼓勵我去追夢 我可以跟你說 絕對值得 你看 是吧 老師非常的滿足 這是我們最新的一個企劃 叫做獎盃的故事 那我來好好講一個獎盃的故事 一次分享一個給各位聽 好嗎 那希望各位可以從中學習到經驗 我今天要介紹的獎盃 是這個 是這個 Supernova 第一名 這個 Supernova 顧名思義 超級星星嘛 就是什麼 新手 它是我卡丁車 第一個冠軍 我的第一個卡丁車冠軍就是這個 在2018年的時候 Supernova 星星挑戰賽 那我先講一下 我非常感謝主辦單位 舉辦這樣的比賽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把一些新手啊 就是初階的 全部聚集在一起 我們不用就是 跑去跟一些老手或是技術 很好的 一起跑 因為如果跟那些一起跑 我們第一個 我們比較慘 我們會比較緊張 然後再來我們可能會 發生一些事故 我們比較不知道怎麼處理 可能也會波及到 或影響到其他車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比賽 就是把新手聚集在一起 那這個故事是呢 一樣 我測試就第一名 預賽也第一名 預決賽也第一名 決賽頭牌起跑 就是PP to win 就在決賽的時候 我已經領先了大概可能 三分之一圈 差不多 已經拉開了 應該已經很多了吧 好死不死 我記得好像是倒數第三圈的時候 這個比賽是在西湖賽車場 過一號彎的時候 他要稍微有一點點煞車 因為他沒辦法全油門過去 所以他稍微踩一下煞車 結果煞車一踩 空的 欸我當下嚇死 我整個人都沒有 冷汗直茂欸 我想說哇怎麼辦 完全沒有減速效果 完全沒有減速效果 但是我跟各位講 因為輪胎的抓地力很強 我當下就是 繞著最大的弧度 因為已經沒辦法走外內外了 只能走外外外 盡量不要拋出去為準 就一直繞著外面 一直繞著外面 一直不要讓他出去 方向盤盡量打得很小這樣子 不要讓他出去這樣子 欸最後車子救回來了 但是一號彎過了 還有二三號彎 還有四五號彎 還有六七八 煞車怎麼辦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可能是剛剛那一腳 煞車有點過熱 或者是怎麼樣 那我這一次 不要踏得這麼的極致 我稍微順順踩 欸稍微順順踩 好像有欸 好像有欸 但是不太明顯 我就一直順順踩 那變成我整個車速我就放慢了 我整個車速就放慢了 最後最後重現的時候 結果你們知道嗎 最後重現的時候 後面第二名 已經跟我就是差大概一台車的距離了 已經追到差一台車距離 你看有多緊張 後來我下來看 你們知道那個疊盤嗎 是不是有兩個來令片夾住它 其中一個來令片飛掉了 就第一腳下去的時候 一個來令片就飛掉 就不見了 然後第二個來令片 好死不死 剛好卡在上面 你知道嗎 因為它要一個螺絲才有辦法貫穿它嘛 那一個噴掉了 另外一個照理來講也很快就噴掉 可是另外一個好死不死就還卡在裡面 回來的時候已經快掉了 如果再一圈 再一圈 我的卡丁車第一個冠軍就不見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衝過終點的時候 我是熱淚盈眶的 我還說感謝天感謝主 謝謝讓我撐完了 然後我真的很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2018年 我2016年開始練習卡丁車 到2018三年 我才拿到了一個冠軍 而且是新手組的冠軍 所以我要跟各位車友講一下 你們一定要來上我們的線上課程 或會員頻道 為什麼 你可以省三年 你不用從2016年到2018 才要拿到第一個冠軍 我把中間的試驗過程全部告訴你 好嗎 好 歡迎有興趣的 可以填我們影片下方說明處的表單 OK 大家一起來學賽車吧 老實說 很值得 好嗎 那 等著我的下一集故事喔 OK 下支影片見 掰掰